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 不为人知的尘封往事 欢迎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1990年瑞士一位探险家斯文赫定到中国的罗布泊考察 惊奇的是他在寻觅水源的途中居然发现了一座千年古城 在后来发掘过程中又有大量的陶器 文字 钱币 丝织品等文物出现 之后经考证此处即为史料中所记载的楼兰国 被发现时他已经深埋在沙漠之中大约一千五百多年 最早记载楼兰一国的是史记 其后汉书《匈奴列传》对楼兰国也有描述 楼兰古城形似正方 面积约为十二万平方米 它是西域三十六国中最小的一个国家 其都城位于今天新疆的罗布泊西北岸 约于公元前三百年时建立 楼兰古城盛极一时 然而真正令世界各地人士趋之若鹜和神亡的 这是它在一千六百年前神秘消失的原因 事实上历史上兴起于塔里路盆第一代的所有古城 包括楼兰在内 几乎都是同一时期 即公元四世纪消失于茫茫沙海之中 那么楼兰古国消失之谜 究竟作何解释呢 第一种 生态恶化所 与中原惶常提奏相似 楼兰文明在繁盛之时 也将大片树木砍伐 用来建造神秘而又意味深远的太阳墓葬 太阳墓葬外形奇幻而优美 壮观而不是神秘 它是由层层原木香气而成 整个形状呈现出放射状态 游戏而粗 排列有序 酷似普照大地的太阳一般 由于树木被大量烂乏 再加上身处内地 其自然气候本来就干燥多风 水源缺乏 最终这里的生态平衡 遭到了极大破坏 沙漠逼近 楼兰人为了逃荒而远离家乡 第二种 战争说 东晋是我国历史上战乱不断的时代 而楼兰古国恰好又生存于此时 又逢其地理位置在军事中的重要性 楼兰国因此也成了各方都想霸占的战略要地 频繁的战争将楼兰文明一喜而尽 民不聊生 楼兰国最终向死亡的墓穴走去 第三种 水源匮乏说 楼兰文明得益于塔里木河的流经 然而在东汉之后 由于河流中游的驻冰河改道 楼兰国也因此丧失了主要水源 虽然后来敦煌的索勒竭力将驻冰河水引入楼兰区域 但是最终还是没能让楼兰摆脱缺水的命运 第四种 灾病说 疾病蔓延的速度超过了楼兰人逃命的步伐 很多人相信瘟疫致使楼兰消失 相传这种瘟疫就是可怕的热窝子病 一个地狱只要有人感染了这种病 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 必然会将灾难殃及所有成员 楼兰古国的人民就遭遇了这场不幸 1980年 由沐顺英在新疆发掘的一具楼兰女尸 为原本如梦一般的楼兰文明 又盖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楼兰文明更加显得神秘莫测 试想 在当时怎样才能使一具女尸 在三千年后还保存的那样完好 然而 上无飞鸟 下无走兽 遍及望目 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儿 高僧发险在公元四百年取经时经过楼兰 那时的楼兰古国已经是一片苍凉 西域本属于干旱之地 青藏高原的龙起更加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旱情 沙漠化程度逐渐严重 楼兰文明消失之音 至今众家争论不休 但是无论是哪种说法 上述的几种原因都不可能单一地 将一片辉煌在瞬间摧毁 楼兰古国更有可能是在几种外力的交合之下 销声匿迹的 另外 人类的急功近利 对利益的驱逐也是导致楼兰消失的原因之一 楼兰文明的消失 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世界都是一个遗憾 然而遗憾过后 人们又不得不加以反思 战争 干旱 气候变暖 瘟疫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在现在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那么人们是否可以以楼兰为界 对自身的行为加以适当的反省 以绝后患呢 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对自然环境的破坏